登轮,我是男主,热吧,我女儿,白净平,我男儿,网友,水女主 登轮作为新晋流量小生,却从不过度卖弄自己的演技,也不懂得依靠现在的热度蹭里蹭热搜,可他也实在是一个妙人 初看去一副少不经是浪漫少年模样,举手投足又自有一份独特的成熟韵味 说起来他带人街舞恰入暖杨旭风,其实他站在潮让人群之中反而越显疏离气质 观众都可以看到他演技背后所付出的努力,但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勤奋归勤奋,天奋归天奋,这少年,老天从一开始就偏心于他 登轮的戏路很宽,从欢乐送到白鹿园,从楚桥转到香蜜,现代戏,古装戏以及年代戏 他都可以驾驭的轻车熟路,登轮可以称得上是好演员,也对得起演员这个称号 登轮一直是一个很女里的男生,演技也很成熟,这么多年稳扎稳打让大家很放心 许多网友都期待两人可以再次合作,那么机会就来了 最近据说邓伦与迪丽热巴要共同出演一部新剧,名为曾少年,这部剧是改编自九夜回所创作的 以回忆青春为主题的成长爱情小说 迪丽热巴拥有美丽五官和柔美气质,她天生丽质 但是她永远都是那么引人注目的,她聊道哟,一分竹来修 身,小编再摆,渡寻了一圈 我跟着试了十几天,小,粗,腿也没了 这个身份真的很适合她,但是演起痴情温柔男主来也是毫不逊色的 对于热巴演女儿的电视剧也是数不清,毕竟没有谁一拍电视剧就能够是女主的 即使是长得漂亮,那大家还是很看重演技的 其实许多人也表示热巴演女儿就和白静婷演男二一样 虽然没有主角镜头多,但是照样被观众记得很清楚,这就是她们演技的魅力 但是经过一千零一后,网友也很想邓伦迪丽热巴能再次在这种高甜剧中合体 这一次是合体了,但是女主并不是热巴 而这部青春爱情剧曾少年的女主就是杨幂了 杨幂将演绎一个在北京大院中土生土长的八十号小妞 心思单纯善良,虽终归中举幼自带毒蛇和傻气 不少观众都特别期待杨幂出演的这个角色 因为自扶摇之后,大秘密的演技也都让人很期待 而对于男主邓伦,大家也都丝毫不担心 可以说是一部非常让人期待的新剧了 毕竟和大秘密搭档的男星不火都能对他带那么火 何况现在的邓伦本身人气就这么高了 通过这部剧可能会更加的不得了 但是热巴在这部剧中可能要被虐了 这关系真的是有点错综复杂啊 不过冲着阵容与关系 许多网友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表示一定会追 我们也是盼着能早点开拍呢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讨论与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